为了提供游客来到花莲旅渔潭 能够更舒适安全地欣赏湖光山色 目前花莲花东纵谷管理处 正在修缮旅渔潭水舞景观平台设施改善工程 预计会在今年的6月底完成 而当地的居民以及业者就相当关心工程进度 也期待纵管处在旅渔潭的相关改建工程 在完成之后创造新的旅游空间 来增加旅渔潭的旅游竞争力 花莲仲谷管理处 目前正在进行旅渔潭水舞景观平台设施改善工程 预计在今年的6月底完工 当地居民以及业者都相当期待 改善完成后的观景平台 能够提供游客安全的景观设施 要单于大概一公里左右 从在水域方这边一直坐到联法码头 这一段的水岸步道 已经多年来都已经腐烂老旧了 而且人行道也不够大 要在家大 让游客乡亲在行走或者是践行的时候 能够很方便很舒畅这样子 潭溪观景平台临近台九丙线 让来到花莲旅渔潭的游客 能够轻松欣赏到湖光三色 再次的提升游客的服务品质 不过在国境开放之后 业者就明显感受到 疫情过后国境开放 连续假期约少了三成左右的国旅游客 哇现在最近都是出国观光客比较多 所以国里的人也是相对很少很少 国里的对差很多 看起来那国外观光客又好像太远了 好像没有来到我们这边 所以都没有 所以基本上真的是一天小猫几只 今年度花东重谷管理处积极地改善水岸设施 从111年10月开始施工 预计在今年6月底完成 在国境开放之后 游客大量走出国门 对于在地旅游竞争力势必造成冲击 改善旅潭风景区的环境设施 已是刻不容缓 以全新的面貌吸引游客 才能够再次创造观光旅游的热潮 记者凌桀 收封箱采访不到